设为贫穷的弱者就越是喜欢讲对错谈公平 相反的所有富有的智者都只看结果 不去在不能带来收益的地方浪费自己的精力 记住一句话 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其实是你的地理 你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什么地方 那么你就能在什么地方有收获 你如果就喜欢和别人整个脸红脖子粗 那么你就能成为十里八乡有名的钢筋 而如果你每天研究如何做项目 如何拿捏人性 那么你就能成为你村里的首富 能刷到这条视频是你运气好 今天我再给你分享四个有钱人都迷而不宣的财富真相 建议用笔和纸记录下来 好记性不如乱笔头 第一 不管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同时解决两件事 同时解决两件事 那么你这两件事都解决不好 你需要做的就是先让自己静下来 不要着急 然后先去解决最需要解决的事 然后再去解决下一个 谈多角不难